面对着鬼力 鬼先生虽然依旧没从那具棺材中现身 但明显他慎重许多 半空中那点幽明鬼火 无声燃烧 渐渐明亮变大 映得周围的人 脸都变做了绿色 鬼力凝视着那点幽绿光团 面无表情 忽然踏前一步 几乎就在鬼力身形动的那一刻 幽明鬼火似乎受到什么刺激一般 突然光芒大盛 但这一次 却并没有再分作五分变化 做那五星模样的火阵 而是一团幽绿火人身高 带着一阵狂风 吹得这间阴宅之中 灰尘落落而下 周一先等三人 在后面猝不及防 纷纷揉眼 就在这越来越是紧张的时刻 半空中鬼气森森 眼看就要发动某个神秘诡异的术法 鬼力面对这个 一向神秘的鬼先生 也不敢大意 全神戒备 忽然间 他双眉一扬 整个身子 豁然拔起 飞上半空 几乎就在同时 这间阴宅地底深处 竟然传出轰然巨响 整间屋子突然聚了摇晃 地动如山 一只巨大而惨白的 白骨巨壁 突然地面石板轰然而出 他重重地砸在鬼力 原前站立的地方 原本铺在地面的青砖石板 片刻间被他打得粉碎 碎屑横飞 整个房间 此刻瞬间都笼罩在一片鬼嚎声中 鬼力飞身半空之中 那只白骨巨壁 似乎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摧迟 向上冲起 只向鬼力扑去 鬼力的眉头紧皱 但并无慌乱神色 眼中倒映着 冲来的那个白骨巨壁白色的影子 眼看着 就砸在自己身上的时刻 他的身子在半空中一晃 向右飘出 在剑步绒发之间 躲了过去 白骨巨壁重重砸架 落到地上 顿时又是一阵杀非死走 此刻房屋中诡计森森 狂风凛冽 周一仙等三人紧紧靠墙 有心要离开此地 却又不敢随便动弹 否则说不定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 被白骨误伤 不过还好 似乎鬼先生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鬼力的身上 他们三人躲在那块供桌旁的角落 白骨并没有过来伤害他们 只是三人在杀石愤乱之中 看着阴宅屋子 原先并不如何宽敞的地方 此刻多出一只巨大的白骨手臂 追逐着鬼力的身影 似乎显得有些拥挤不堪 但是似乎这样还不够 就在周一仙心中犯嘀咕的时刻 地底深处 又是一声沉闷的呼喊 那声音中 隐隐带着几分烦乱和凶憾 如被禁锢长久的凶魂 终于有透气的机会 而意图心中闷气 阴宅大阵 土翻实裂 白骨闪动之际 赫然又是一只 同样巨大的白骨手臂 从地底伸出 狠狠像鬼力撞来 鬼力在两只白骨手臂间 身影摆动闪烁 一双眼睛紧紧凝视 到目前为止 他都没有还手 屋子之中 片刻间想得更加拥挤了 白骨森森凌空乱糊 诡异莫测 而令人恐怖的景象 就在这阴宅之中 悄悄上演 尽管鬼先生 和鬼力两人 斗法激烈 但他们两人 似乎都有默契 法力施展的范围 都局限在 这间阴宅之中 鬼先生 鬼道艺术 并未溢于屋外 而鬼力 也一直都在屋中腾挪 阴宅上空 那点幽冥鬼火 冷冷燃烧 绿光悠悠照下 白骨飞舞中 鬼力的身影 似乎也渐渐带了几分 怪异的阴森之气 但不管怎样 直到目前为止 鬼先生 仍然拿鬼力 没有办法 棺材之中 鬼先生是 冷冷横了一下 突然 半空中 妖明鬼火 陡人大量 两只巨大 而飞舞追逐的 白骨巨壁 猛然一顿 随后 似乎有一声悲鸣 刺耳的声音响起来 两只白骨巨壁 竟是从上到下 出现了无数的军链 片刻间化作 无数小片 边缘锋利之极 驻漫天谷雨 又似世人风群 铺天盖地的 像鬼力扑来 周一仙等三人 面目失色 小桓更是惊寒出声 小小阴窄之中 两只巨壁 已然是躲避困难之极 此番化作漫天碎小谷雨 密密麻麻 如何能躲得过去呢 鬼力是面冷如霜 盯着这漫天骨片 眼看骨片就要冲到眼前 它忽然从半空 高速落下 直扑地面 身形之快 即如闪电一般 半空中 那无数骨片生生一致 如有灵性一般 在空中 发出尖锐之声 声声停住了去世 在半空折了个弯 凌空追下 鬼力转眼就落到地面 但不等到身子落稳 鬼力伸手的地面一拍 整个身子 竟然是贴地飞了出去 而那个方向 正是鬼先生 所在的那具棺材 半空中 那团明火一阵 闪电般砸了下来 而背后 无数的骨片 更是呼啸如风地追逐而上 狂风吹动 整间屋子都在颤动不已 鬼力一阵 在风中被吹得烈烈作响 但就在这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的时刻 他突然将手中法宝 试魂黑棒丢了出去 那力道之大 更有诡异的法力摧持其中 黑棒顶端的视血珠 暗红流转 点点丝丝的血色 都一点点亮起来 正是妖力鼎盛的景象 这是试魂飞去的方向 竟是周一仙等三人 所在那个角落 周一仙小桓和野狗道人 还没反应过来 只见一道黑光突然冲到面前 还未近身 周围已然一片怪异之极的冰凉气息 隐隐更有莫名的妖力 如恶魔一般 凌空牵动体内惊鞋 似乎要逆体而出的感觉 转眼间 试魂飞至跟前 声声插紧了周一仙 脑袋旁边的墙壁上 几乎是完全陷了进去 周一仙是大惊失色 连贺骂鬼离都忘了 瞬间只觉得 一股冰凉从头传到脚下 就在耳朵旁边 那根灰棍 似乎是有无形手臂一般 要把自己牵扯过去 他心中惊惧 勉励将身子移开 这才大口喘气 而在这个时候 原来漫天飞舞的骨骗 和那团游民鬼火 正如山崩海啸之势 却突然间 硬生生停顿下来 凝在半空之中 片刻之后 那墙壁里赫然发出了一声 危怠痛楚的轻横 一个人形土块 忽然从墙壁中 完完整整地飞了出来 向鬼力扑去 而原来的无数骨骗 却如失去灵力一般 纷纷落到地上 只有那团游民鬼火 反而更亮了几分 重新飞到那土块上方 鬼力一声轻笑 右手一招 适魂的黑棒飞了回来 从背后刺入土块 瞬间土崩瓦解 一道黑色人影 却闪身而出 轻飘飘如鬼魅一般 飘落于屋子深处 那具神秘的棺材之上 看去正是鬼先生的身影 视魂慢慢落下 回到鬼力的手中 鬼力注目鬼先生 并没有动手 而鬼先生 也是缓缓转身 看着鬼力 你是怎么看出 我隐身之处的 鬼力漠然 并没有回答 只是冷冷看着她 鬼先生黑沙轻动 点了点头 好 你我将来未必便是朋友 你不肯说也是当然 只是今日还未完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传闻中 身兼三大派伐真法的人物 到底道行如何 鬼力瞳孔微微收缩 刚才 虽然她出其不意地 用视魂 攻入鬼先生暗中隐身之处 算是占了上风 但她面上神策 却丝毫没有轻松 她似乎是有意算无意 视魂刺入图快 但鬼先生 竟是当真如鬼魅一般 空空荡荡 完全看不出 视血处的妖力 对她有什么影响 此人神秘莫测 实在是鬼力生平仅见 眼看两人对峙 似乎又将有一番激烈斗法 周一贤惊魂烧定 连忙一拉小魂和野狗道人 两人惊醒 知道此地有这么两个 道法诡异之极的人互相比斗 实在是危险之极 当下 忙不爹 从已经残破不甘的墙壁上 找了个破洞钻了出去 临走之前 小魂似乎又记起了什么 顺手一伸 将周星云的灵位 也拿了过去 他们三人相继离开屋子 鬼力和鬼先生 自然都是清清楚楚 但鬼力没有反应 鬼先生大敌当前 似乎此刻也顾不上他们 就在他们看看离开之后 阴宅之中突然 又是风声大作 杀飞走石 周一贤等三人 站在墙壁破洞之外 依旧被那剧烈狂风 推开了数尺之远 周一先拉着小魂 退得远远的 足足离开有三丈之远 这才回头 遥望那间屋子 只是这么远看过去 却已经感觉不到 那间屋子里边 还有两个高人 正在激烈斗法 似乎 他们始终都把法力 控制在那间屋子范围之内 远远望去 那间屋子中 此番异光闪动 除了一开始就有的幽绿光芒 这时已经开始 不时闪烁起金色红色 惨白清光 等众多怪异光芒 若不是诡计森森 杀气浓烈 倒是觉得 颇为缤纷好看 小魂凝视着那间屋子 轻声对 似乎准备跑路的 周一贤说道 爷爷 我们就这么走了 不大好吧 周一贤和走在旁边的野狗道人 都是一阵 转过头来看着小魂 傻丫头 你在想什么呢 那两个家伙 都是杀人如麻的大魔头 我们能逃得性命就不错了 还留在这干什么呀 可是 可是他毕竟是为了救我们 才 野狗道人看了看他 没有说话 周一贤是不耐烦的 哎呀 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鬼力道行高得很 有什么好怕的 再说了 他们狗咬狗 不对 一个叫鬼力 一个叫鬼先生 应该说是鬼打鬼才对 他们鬼打鬼的 关我们什么事啊 哎呀 快走快走吧 说着 拉住小魂的手就走 小魂迟疑了片刻 但终究还是被周一贤给拉着走了 野狗道人回头 向那间 一光闪烁的阴宅看了一眼 这间乱光闪动 阴眼还有剧烈风声呼啸 他眼中神色复杂 漠然无语 停了片刻 转身向周一贤等人 追了上去 阴宅之中 此刻已经过了小半盏茶的时间 原本就灵论不堪的屋子 此番更是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碎石残壁 连原本残败的地面 此刻也像是地震鬼子 然后又被牛拉着梨 耕田一般 土块是凹凸不平 石块突兀 极无可立足之处 而鬼力和鬼先生 两人此刻都飘在半空之中 暂停下来 彼此凝视着 似乎都有些微微喘息之声 只有鬼力尖头的小灰 似乎有些不耐烦的样子 百无聊赖的张嘴打着哈欠 渗了身懒腰 想不到 你道行进境竟是如此之快 才这十年功夫 竟然可以将 佛道魔三角针法融合为一 真是不简单啊 鬼力看着眼前 这个神秘的黑衣人 我也没想到 你竟然不是出身魔教 而是南疆巫术鬼道中人 你既然深汗鬼道 那我必要还魂之术 你 没带鬼力说完 鬼先生已经结到 你错了 我虽然知晓一点鬼道艺术 但还魂之法 乃是南疆黑乌一族的秘术 我并不知晓 否则以我和鬼王的交情 我早就将碧瑶小姐救过来了 鬼力是冷冷看着她 眼中红光闪烁不定 似乎在思量着 鬼先生这话能不能信 到时鬼先生 沉默片刻之后 忽然说道 既然今晚 你执意要保那三人 看在我们都是鬼王宗的面上 我就放过他们一次 你我在此相斗 并无多大意思 不如就此罢手吧 鬼力的心中一笑 如今 他早已并非当初那个无知少年 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斗法 若是他道行不够 或者一个不小心 早就死了无数次了 可那时候 绝不会有人说什么是 同为鬼王宗的鬼话 这只鬼先生 实在是神秘莫测的人物 鬼力虽然并不怕他 但是 这也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 他也不愿意贸然相逼 当下点了点头 如此也好 鬼先生缓缓落下 此时阴宅之中一片狼藉 原有的棺材大都四分五裂 只有那具在阴地上的棺材 竟然完好无损 鬼先生落到其中 沉默片刻 你此番前来青云山 意欲何为 你又所谓何事呢 天下大乱 正是乱世之中 妖兽肆虐 此番正道与兽妖 在青云一战不可避免 如此盛况 我怎可不来看看呢 如你所说 正道与兽妖 谁可取胜 兽妖实力之强 出乎天下所有人意料之外 尤其是为首那个兽神 至今无人见过他出手 更是不知晓 他道行究竟如何 但能够统御这无数 妖力高强的兽妖 想必此人毕竟是惊天动地的绝世人物 此番大战 只怕受邀的胜算 占了七成 鬼力的瞳孔微微收缩 沉默须旧 那正道三成 莫非都在诸仙剑阵之上 正是 青云门诸仙剑阵 实乃艺术 千年之下 仍为世间第一等的超凡道术法阵 此番正道想要获胜 只怕希望都在这剑阵之上 否则 也不会有这么许多正道人物 其他地方不去 偏偏都来到青云山上 鬼力是默默仰手 脸上神情复杂 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 隐隐有几分痛楚 鬼先生将他神情看在眼中 你虽然早年出身青云 但有一些青云隐秘 只怕你还不知道吧 鬼力的神色一动 转过来看着鬼先生 似乎要将此人看得透彻 过了好一会儿 这才慢慢地说到 请教 鬼先生看了鬼力一眼 羽翼平静 但神色之中却大有深意 青云山诸仙剑阵 威力超凡入胜 足可斩妖除魔 千年以来 一直是青云门的镇山之宝 传说 此剑阵脱胎于青云门祖师 青云子得到那本无名古卷 得到了千年前绝世奇才青夜出世 在幻月洞府闭关一世三年 白发出关 亲手将其创立 据青云七脉山峰之灵力为阵 化天地万物杀气为剑 虽无敌于天下 他的话音顿了一下 然后声音有些飘忽 但一双眼睛却紧紧盯着鬼力 而此惊世骇俗的绝世阵法 却是离不开一柄神兵 古剑诸仙 正是 古剑诸仙究竟从何而来 向来神秘莫测 至今只怕连青云山那些人 也说不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诸仙古剑第一次陷于人间 乃是青夜在幻月洞府闭关十三年之后 手中正是提着此剑 而一将以来 这把神兵从来也不是 青云掌门贴身保管 而是放置在青云山后山 幻月洞府之中的 魏先生停了下来 阴宅之中暂时陷入一片沉默 鬼力深深看他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你不用管我 但我对你所言 的确乃是事实 所以青云门诸仙剑证的秘密 只怕多半就在那个 只有青云掌门 才能进入的幻月洞府之中 你可明白 鬼力并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盯着此人 你究竟是什么人 总之 你记住 我并非你的敌人 也就是了 鬼力看了此人片刻 忽然回头 慢慢飘了出去 当他的身影 快要消失的时候 远远的 似乎传出他的声音 但又此风声 听不真切 鬼先生独立在黑暗中 一动不动 那点幽民鬼火 慢慢地按了下来 终于是完全熄灭 这间阴宅重新 陷入了寂静 只是过了一会儿 黑暗中的人影处 有滴滴的冷笑声音 喘了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